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一会市解析狂欢后美元多头修整磨刀 澳元重挫于1% 二特朗普和朝鲜又出现矛盾 黄金洗货支撑日元生破112 9月21日周四压欧时段 英多头平仓竭力 美元指数回落至日内低位92.32 隔夜美联储公布的林派决议 一度提振美指打压非美货币 欧元对美元反弹至日内高位1.1919 料为技术新修正 美日创7月19日以来的新高112.7亿 美瑞创8月17日以来的新高0.9742 英镑震荡盘整应近期多空因素交织 澳元纽元持续下挫 三大利空联手 澳元跌于1% 特朗普颁布对朝鲜最新制裁 旨在切断朝鲜的收入来源 据最新消息 朝鲜已经就特朗普讲话进行强硬的回击 并声称可能宣战 消息公布后 避险情绪回升 随着朝鲜面对国际压力毫不退缩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口头交锋 也愈言愈烈 另一方面早间据韩联社称朝鲜外务长官李永浩 认为该国可能考虑在太平洋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核实验 消息公布后 避险情绪再度升温 现货黄金 短线上扬近4美元 刷新日高至美昂斯1297.09美元 逼近1300美元大关 美元对日元亚市早盘跌近50点 一度跌穿112关口 刷新两个交易日低位至112.96 现小幅反弹至112.15一线交投 周四压市盘中 美元指数于平盘附近斩幅震荡后持续走低 下破92关口 时段内最低处级91.97线交投于92.00一线 美联储9月意外鹰派维稳提振美纸涨于两周高位92.70 但未能刷新记录高位 美联储领导曾换届遗云是原因之一 荷兰国际集团认为美元跌势料持续易高抛 法国农业信贷表示空投或进一步逼仓 美因美龄的看法最为乐观 认为市场错误计价美联储政策路径 欧元年底下看1.15 本节目由杜高斯北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